好 今天朱立倫跟侯友宜是聯手了 因為他都是撲輸啦 所以說話比較適合 但是我們把他的話兜起來一起看 簡單講他就是說 柯文哲你賠償 什麼事情賠償 這個要進入協商的時候 講到副手的問題 侯友宜說 柯主席一直在談跟誰配 怎麼配 今天聽了朱立倫說才知道 柯和朱立倫說副手的時候 是貼兩個女的的名字 但我現在聽 他跟我 我聽柯文哲講的時候 是一個男的一個女的 名單不一樣 所以呼籲柯文哲 女孩家別想嫁太多親家 好 朱立倫就說 真的是不一樣 本來不是兩個女的嗎 最近都推出說 考慮跟韓國與和 認為柯韓配 才是最大的選項 然後這個討論來討論去 柯文哲就是看 侯友的真的非常忙 我實在是想忙 人家做新北市長的滿意度 也高過你當臺北市長的滿意度 高那麼多 市民對他的滿意度 比對你的滿意度差這麼多 你現在就因為民調稍微 偶爾高人家一下 一直看侯友宜沒有 所以這個政黨協商怎麼協 我跟朱立倫是主席隊主席 這個階段不可能把侯友宜排除 意思就是說 下個階段 我們就可以把侯友宜排除了是不是 欸 阿川兄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階段也不可能把侯友宜排除 然後呢 這個陳志涵再出來放話說 哎呦 侯友宜是講說不說 事實上侯友宜都沒有當副手的選項 話很多耶 對啦 宜友宜說都沒有行程 住在等柯文哲去跟公秦賬 跟代戒指去跟求婚嘛 就他說不去柯文哲就沒去 你他住在等 那叫市政的拖話啦 拖話 當然今天之後主力論說 沒有啦 再說看看 朱立倫是美人 美人為了要賺安寶錢 他當然會說沒有啦 再說看看 說看看 我們不要太急 今天柯文哲又反過來 柯文哲說 我也沒有說一定不可以 還是可以談 可是侯友宜發臉書 侯友宜發臉 侯友宜還幾夜幾號 他說我讓步三次了 我已經扭三道了 然後他在外面給我劈腿 你要來找多少錢 你還去找郭台銘 現在還傳出 你把朱立倫說兩個女婦 跟我說的時候說一男一女 你是在爭小的 對侯友宜來說 我剛才一直等你 我一直退讓 結果你還是這樣子搞 所以國民黨裡面當然有人說 不然大家來玉石聚焚 不然大家來同歸於盡 還記得2014年 2014年民進黨是照人 柯文哲去跟家教班 像我剛才做過的家教老師 家教班 送人去跟他拂旋 他當選了 又一大堆人去做他的局長 2018年 差不多2014 15 16 17 民進黨就知道 聽說這柯文哲 創家 2018年 柯文哲只好自己從民進黨裡面去找人 所以2018年還是有部分民進黨的人去集集 到了現在二零二三二零二四 柯文哲跑去國民黨裡面找人 他要裂解掉國民黨 柯文哲只要國民黨的票 不要不要國民黨的人 他認為優秀的人才是人 所以才會有什麼 比如蔡振元 蔡振元 這一類的才會 比如郭正亮 比如說郭正亮 他會開始去做選擇 這個才是 那這樣裂解下去 比如陳之翰 國民黨就會有人舉手說 我也是 我是國民黨 柯主席 我跟你比較好 其實那個侯友宜不太行 不太行 我沒有很喜歡侯友宜 到最後國民黨會有一堆這種人 柯文哲邏輯 柯文哲在跟媒體參與他講得很清楚 第一選票沒有我柯文哲 賴清德就掉了 選票上有沒有侯友宜 都不重要 賴清德也是會掉 如果要我柯文哲當副的 賴清德也是會掉 他的邏輯很簡單 誰都可以跟我配 就是不要侯友宜 藍白可以合 白藍可以合 就是我柯文哲當政的 至於國民黨 他一開始跟國民黨講什麼 他說如果輸了 國民黨就 這個侯友宜就退選 第二階段他說 那侯友宜可以推薦副總統 他從來沒有講說 如果選了初選完 我贏我贏 侯友宜當副 他從頭到尾都沒有要侯友宜 他只要白藍合 他完全沒有要侯友宜 他就嫌侯友宜代曬 侯友宜說 侯友宜說 如果要結婚就要情投意合 甘情要好嗎 不然怎麼生小孩 侯友你的觀念很弱 人家進入第二階段就是要生孩子 現在沒有結婚也可以生孩子 直接生 總統配不起來 那孩子 侯友會自己說 生出來的小孩才會健康 我們就是聯合政府 聯合內閣 現在進入第二階段就是要生孩子 要生孩子就是要生立委 這些立委大家來討論 政策來討論 至於總統副總統 那個配沒有關係 意思是說總統副總統 這兩人沒要結婚了 先來討論後面 要生孩子的事情 所以先生孩子 那總統副總統 朱立倫的說話是說 要結婚不結婚 人家跟他講 可是重點 要先把孩子生出來 所以你覺得合得起來 合不起來 表面上到現在還沒有破局 所以侯友宜很空 人家朱立倫叫柯文宜說 沒有啦 沒有破啦 再講看看 我也沒有一定要怎樣 只有侯友宜自己宣布破局 侯友宜有一點紛亂 就是有一種說 其實已經談好了 但是如果雙方底線 都踩得這麼硬的時候 柯文哲是如此的瞧不起侯友宜 侯友宜你在選票上 你也是選不上 反而我會被你拖累的那種感覺 然後互相吵架的這種狀況 我會認為說 沒有已經談好了 如果已經談好了 你們不會講話這麼的惡毒 惡毒到什麼程度 就是剛剛講過嘛 一個說你給我皮霜喝嗎 然後另外一個在那邊講說 你是睜眼說瞎話 然後在那邊說 你都只想到你自己 好 退萬步 就算這兩個人 同時在一張選票上面 那就可以畫線有沒有 畫漫畫的 他說他只想自己 他說他喝皮霜 你覺得這樣子 這一組人選得下去嗎 還有就是說 國民黨內部 就是每一個民意代表 其實他們的服務處 都接到無限多的電話 都開始在那邊罵說 既然這個樣子 是何必要跟委屈 到跟柯文哲這樣子人去核 因為我覺得 對國民黨支持者的情緒來說 賴力頭也是自家的好 侯友宜再爛 也是我們家的寶 還輪不到你一個外人 來這邊践踏他 要罵他 要這個践踏他 也是我們國民黨自己來 那在這種情緒之下 國民黨內部的確有兩種意見 現在看起來鷹派 這個把你柯文哲算了 我們就挺著胸膛倒下去 反正民進黨執政已經八年了 也不是不習慣這樣子的生活 再忍個四年看看 徐途再起 然後反而可以讓你柯文哲 不要繼續的吸我們的國民黨的血 繼續的長大 就算了跟你切得一乾二淨 畢竟民進黨這個傷痕累累的經驗 前車之間也是擺在眼前 這一派的聲音的確是變大了 但是還是會有一些人說 不行啦 我還是很希望說能夠組一個最強聯盟 所以對柯文哲來說 國民黨重計了 第一個 藍白河這個議題為什麼吵那麼久 因為柯文哲缺聲量 他必須要有聲量 否則他之前的討論全部都是負面 有聲量就會有支持度 他就會 他就會嗨起來 因為他沒有 他沒有組織入戰 他唯一的支持度是靠聲量衝起來的 第二個 我成功裂解了你國民黨 你國民黨變兩派 那你組戰派 就算有一群人要組戰派 但是還是有一些是歌派 說這些人有可能 他會被我吸收 這一切就是已經被他 已經被柯文哲吸了很多血 所以國民黨傻傻的還在那邊跟他玩 還在那邊政黨協商 你們用公開透明的遊戲規則都談不下來 然後關門你覺得談得下來嗎 不要再做夢了 不太可能談得下來 你覺得談不下來 我覺得談不下來 你站在六十趴的這一篇 老師你的觀察 這個玩來玩去柯文哲難道就是最大的贏家了 賴清的聲量也變低了 侯友宜生氣了之後 可能有贏到一點同情票 我是覺得侯友宜就是性別的判斷上有點問題 他昨天是說 你柯文哲有沒有說清楚 到底要不要娶我 把他自己當成是女的 他今天是說 一個女生不能嫁太多傾家 還是講柯文哲是女的 還是說他支持女女恋 多元成家 多元成家 還不錯 支持女女恋 我也贊同 但是我覺得說 柯文哲 今天侯友宜就在行訴一個 我是一個被害者 我是被柯文哲的不斷欺騙 然後不斷毀約 這個男人 我的情況是如此 這個好像 就是那個 他有點蔣介石上升 你知道嗎 就是1937年7月7號 日本不是發動那個爐溝橋事變 那時候蔣介石 還不願意跟日本衝突 他講了一句名言叫做 和平未到絕望的時期 絕不放棄和平 犧牲不到最後關頭 絕不親言犧牲 現在侯友宜也是一樣 就跟當時蔣介石一樣 我們還是繼續和平 還是不要親言犧牲 可是問題是 可能這樣子嗎 柯文哲很殘忍 侯友宜是要去跟柯文哲講說 你要不要娶我 我是當你的副手 柯文哲在講說 他說 他講的是另外一個男生跟女生 他不是在跟你講 我跟你配喔 男生應該就是韓國瑜 對 就像一個女生說 跟一個男朋友講說 女生會是誰 桌開脸嗎 有可能 就是說 一個女生去跟一個男朋友講說 你要不要娶我 要不要娶我 這男朋友說 那個別的我以前的初戀女朋友多好多好 對這個現任女友來講 情何以堪 我跟你講是要不要我們配 結果你跟我講周開蓮 你跟我講韓國瑜多好 那我侯友宜不是在那邊做冷板凳嗎 那我算什麼 你的一路被糟蹋 對啊 我倒貼都不要 乾坦說就是一路被糟蹋 我倒貼你都不要 我覺得侯友宜的個性 應該現在是心裡氣得壓 心裡笨 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放尊重一點 我人在你面前 你好歹說一下 我們兩個怎麼搭配 你一直講別人好 講周開蓮多好 講韓國瑜多好 朱立倫都說了 不管侯柯柯 都可以贏賴清德失拍 對啊 那你在計較什麼 他就是不想 不想跟侯配 因為他知道 他的支持者討厭侯 對不對 你看之前他們在凱盜辦活動 郭台銘來 還有演掌聲 侯友宜一到 下面的柯本 比暗戰 比道戰 多難堪 所以客人知道 我跟你配我完蛋了 我的基本盤都跑去投賴清德了 所以我就覺得 今天侯友宜 所以大家都是為自己盤算 對 就是 妹友情 郎無異 那這樣子 即便結婚 感情也不會好嘛 這個婚姻就是 這個就是政治紛章 對不對 就是家暴會出現如此 於是